英国首相美1月31日抵达中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毫不流行地警告北京,如果他想最大程度地利用跟英国和西方的贸易机会,就必须遵守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全球规则。 金融时报报道说,在三天访华的前夕,中英关系紧张持续。英国首相抵抗着中共的压力,拒绝宣布正式支持一代一路计划。一代一路旨在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将亚洲、欧洲、中东、非洲等70个国家跟中国相连。除非解决分歧,该纠纷可能会影响2015年以来签订的几十份中英商业协议。 批评者说,一代一路旨在将其他国家更深地拖入中共的势力范围,而且在批准项目合同方面会偏袒中国承包商。在赴中国的路上,梅证实他将对一代一路计划提出担忧。 他说他希望确保这个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策略遵循国际标准。周三在跟李克强总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梅说英国是该项目天然的伙伴,但是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 相反,梅说两国将继续合作,以确定我们可以多大程度地在一代一路上合作,确保它满足国际标准。这暗示协议可能没有达成。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告诉卫报,备忘录没有签署,他们将继续讨论。中共在一代一路计划上仍然缺乏西方大国的支持。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欧盟和美国都没有表态支持。 在今年访华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对一代一路持保留意见,该计划应该造福地区,而不是作为一条单行道。 英国官员告诉卫报,英国对于签署备忘录没有正式的条件清单,主要是要求遵循国际标准,确保供应链的透明度。它是为了确保招标过程公平公正。 在新闻发布会上,梅也强调中共需要遵循公平贸易做法。她说她向李克强提出了盗窃知识产权的担忧。这也是川普总统的关键诉求。 中英的紧张关系正值美国加强反对中共日益增加影响力的时候。上个月,白宫将中共贴上战略对手的标签,川普政府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带一路的设计。 梅首相在《金融时报》上转文说,她希望增加跟中国的贸易,但是对中英关系保持着比前任卡梅龙更怀疑的态度。 她说两国不会总是保持一致。梅也提出中国产品倾销的敏感话题,说英国将寻找解决全球产能过剩的办法。 她并指控中共侵犯知识产权。梅将访问武汉、北京和上海。 她说她将向中共提出人权和香港问题,并捍卫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策略。 尽管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电讯报上,一再提及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这个词,但是美迄今对中共保持警惕。 在她成为首相之后,她的一个最早行动就是搁置中共投资的新克力缴和电项目。 她的前顾问弟墨西曾经警告,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中共就可能切断英国的电源。 王岐山日前成为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出任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大增。 美媒消息,王岐山最近经常会见美国人物,中共官员透露,王将帮习近平处理棘手的对美外交关系。 北京时间1月29日,王岐山在湖南当选中共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意味着她又重返政坛,大大增加了她出任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 若出任副主席,她将是20年来首个担任此职务的非中共中央委员。 英国路透社旨,这意味着王岐山未来会有更重要的职位。 现在仍不清楚王岐山的具体职务,但一些消息人士和外交官员说, 她或许将会担任副主席,并且可能专注对美关系。 华尔街日报29日也报道,据接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消息人士透露, 习近平欲让王岐山负责处理关键且棘手的中美关系。 知情人士称,习近平者为王岐山未来的角色权衡几个选项,包括国家副主席。 但不论是国家副主席还是习近平的顾问, 他的一部分职务都将是负责处理跟美国的关系。 报导援引中国政治专家的话称,副主席虽是一个名誉职位, 但这将会给王岐山一个头衔和正当理由来与外国人打交道。 王岐山曾经出任负责金融和经贸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 富有对美外交谈判经验。 报导还称,自从1990年代以来, 王岐山已经跟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了关系。 近几个月内,王岐山会晤了前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 和其他美国商界领袖。 中共官员最近几周也经常安排在中国问题上 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物跟王岐山见面。 王岐山在一次会议中跟来访的美国金融家讨论美国总统川普。 在场人员回忆说, 王岐山当时问道, 川普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还是一个趋势。 美国商会执行副主席保麦伦表示, 从和不同中国官员的交流中能清晰地发现, 王岐山将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及担当习近平在中美关系和其他全球事务中的耳目。 新加坡海峡时报也报道称, 虽然副主席的职位基本上是象征性的, 但是他能够使得王岐山在外交事务和经济事务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日前, 川普政府接连启动针对中共的贸易制裁措施, 中美贸易战已经上演。 而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 除了川普美国优先政策和朝鲜南海问题外, 更关键的是川普的价值取向。 川普曾在联合国大会罕见地痛批共产主义制度, 并在新出台的美国国安策略中将中共定义为威胁和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 中共对外的政治渗透和经济扩张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警觉和抵制。 在这种大趋势下, 不论王岐山个人能力如何, 在中美关系上所能做的可能不会太多, 将无法与其过去五年打虎中的叱咤风云相比拟。 1月29日, 湖南日报社公布了湖南省118名第13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外界高度关注的王岐山和胡春华二人都在这份名单之中。 海外媒体普遍判断, 这是他们二人即将分别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明显信号。 作为上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 在中共十九大卸下了所有中共党内职务后, 依然当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舆论界认为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意味着他将以特殊的方式重返中共政坛。 而综合之前的诸多迹象来看, 王岐山在今年三月份的中共两会上, 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极高。 按中共政治惯例, 只有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常务副总理, 即使在上一届党代会上已确定要退休卸任, 因其在两会换届前依然为在职身份, 仍需履行其工作职责, 直至在两会上完成换届交接。 除此之外, 已经卸任常委职务的官员, 一般都不会再当选下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而是就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不过, 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卸任所有党内职务之后, 又多次出现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场合, 海外舆论急以普遍推断他不会就此退出权力中心。 而王岐山在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前, 曾担任过央行副行长、 北京市长、 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履历丰富, 具有多领域的施政才能, 外界普遍认为他未来出任国家副主席, 可在经济、 金融、 外交等多个层面都有所作为。 就在今年1月25日, 香港东方日报还发表评论文章称, 王岐山具有先天优势, 很适合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这个职位。 文章表示, 中共国家副主席的权重存在极大的弹性, 在中共十九大后, 国家副主席的职位回归其副元首本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而王岐山具备相当深厚的资历和号召力, 其在外交方面也富有经验, 有望把国家副主席这个冷藻炒成热饭。 对于一同在湖南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胡春华, 外界则普遍预测他有望在中共养会后出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一职。 1月28日, 江西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栗战书在获一职, 当选江西人大代表。 另有习近平大内总管之称, 过去五年除清洗中办之外, 还帮习密集闯关。 排名第三的中共新一届常美栗战书, 估计将出任人大委员长。 1月28日下午, 江西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会议产生了81名中共人大代表。 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室主任栗战书。 此前,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栗战书, 曾在贵州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68岁的栗战书,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 是习近平的亲信, 有习的大内总管之称。 栗战书为人处置较为低调, 与习近平三十年前已相识, 工作经历横跨党、 政、团、省, 却未获中央重用, 一直到习上位后, 他才以62岁之灵调入中央工作。 2012年9月, 接替令计划升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一月成为大内总管。 据报, 栗战书处置沉稳, 对习中心耿耿, 深获得习近平以重于信任, 是习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随着栗战书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此后, 彻底清洗令计划盘踞十年之久的中央办公厅。 中办是中共中书核心部门, 直接为高层领导服务。 除负责中共中央文书、 会晤、 传达、 基要、 资讯、 调研等工作, 还负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安全警卫、 医疗保健及管理密码、 档案等。 香港01曾报导指, 栗战书在掌管中办后, 密集帮习近平发声, 是党内最先提出核心意识的人, 栗每次发声都是在为习背书, 作为习的左膀右臂, 助习在中共内部闯关。 除了中办主任外, 习近平还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职责交给了栗战书, 令其兼任国安委办公室主任行使日常管理权限。 而国安委被指示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的强力机构。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栗战书入场, 排名第三,将接替江派常委张德江出任人大委员长, 并分管港澳事务。 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 人大被外界认为只是一个橡皮图张举手机器。 此前南华早报引述伦敦大学教授史蒂夫的话表示, 习近平任命新纪立战书出任人大常务委员长, 目的是以全国人大的支持为基础, 为推进立法改革布局。 史蒂夫认为, 立战书过去的经历正是他可以有效地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上海政法大学教授陈道尹则表示, 背后有了习近平的支持, 一旦立战书长人大,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中共人大的地位将会强化。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裁办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 引起西方关注。 路透社消息称, 刘鹤除了将担任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副总理外, 还将接任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 而后一职务直接管控当局一再强调的金融风险。 1月26日, 英媒路透社报道称, 刘鹤在中共十九大上晋升政治局委员, 并深的习近平信任。 报道引述五位消息人士指, 刘鹤将接替马凯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但与马凯主管金融不同, 刘鹤将全面掌管经济和金融政策。 其中三位消息人士还表示, 刘鹤还可能接任马凯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一职。 此前已有多方消息指, 刘鹤接任副总理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及吴玄念。 其中,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于2017年11月初, 全面负责统一监管一行三会、 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 并推动金融改革。 其中心目的是防范和消怒金融风险。 北京当局近两年来, 一再强调金融安全, 并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 除了担心金融危机引发连锁反应、 危及政权之外, 还有更深层原因。 中共柔和强权干预和市场经济制造出的经济怪胎, 埋藏了很多的经济隐患。 而激情的金融系统更是一个深埋的不定式炸弹。 特别是江泽民时期有意放纵权贵阶层侵吞国有资产, 利用监管漏洞在金融业大肆决心, 令金融领域成为权贵云集之地, 也成了一个政治斗争中心地带。 在习近平和江泽民阵营的生死博弈中, 交派权贵掌控的庞大金融资本成了对抗习近平的一个主要工具。 2015年夏天的大股灾就被指是江泰人马针对习近平当局的一场经济政变。 大股灾之后, 北京当局在金融领域掀起一场反腐风暴, 并大局整顿金融市场。 为了缝堵监管漏洞, 牢控金融市场, 高层2015年就曾准备合并一行三会。 但两年之后, 计划搁置, 只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各监管机构。 外界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防范经济政变的阻力之大。 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 上海市宣传部长董云虎接替吴志明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吴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弟弟江泽宽之子, 按常规来讲, 吴志明可以连任一届政协主席, 官制正不及。 此次确提前下台, 被外界解读为江泽民已经彻底失事。 1月27日, 上海市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董云虎为是政协主席。 吴志明不但未能成功当选下一届政协委员, 甚至政协主席的位子也被提前让出。 吴志明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侄子, 其父原名叫江泽宽, 是江泽民的弟弟, 因其舅舅家无字, 过继给舅舅家。 评级这样的绅士背景, 吴志明受江泽民一手提拔, 长期掌控上海政法系统, 从1998年起, 吴立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局长,党委书记, 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 直到2012年, 吴被提出上海政法委。 2013年1月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外界认为, 像吴志明这样完成一届任期后, 魏连任直接卸任政协主席, 甚至连政协委员也不是, 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这也表明了习近平的势力 在掌握上海的同时, 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江泽民的影响力 正在迅速被削弱。 上海市江泽民的老巢, 江泽民的儿子江年恒, 江年恒及吴志明, 在上海建有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网络。 吴志明任上海政法委书记近11年, 即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8年期间, 被老百姓称为上海的南霸天。 早前有报导致, 有人向中纪委实名举报 吴志明大量犯罪事实, 涉及陈良宇案内幕 和江泽民儿子的犯罪证据。 此外,上海官场中盛传, 吴志明直接牵涉到 周正义案和社保基金案 两大案件之中。 周正义当年行贿遍及上海市要员, 与吴志明称兄道弟。 近年曝光的涉案金额 高达一万两千亿的上海招呼案, 将年恒及吴志明等军备指使幕后黑手。 依靠裙带关系, 被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吴志明, 也一直是江泽民迫害法文工学员的 血带邦的得力干将之一。 吴志明深欠累累血债, 因其迫害法文工学员, 被追查迫害法文工国际组织 列入恶人榜成为追查对象。 近年来, 吴志明的多名副手被调查和免职。 2017年3月1日, 上海市检察院前检察长陈旭落马。 陈旭曾是吴志明的第一副手。 陆媒披露, 上海政法系统有逾百人设陈旭案而被调查。 同年3月30日, 吴志明的另一名副手,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前党委书记, 常务副校长郑万新 以涉嫌贪污、受贿等罪被起诉。 同年4月, 吴志明在2000年至2008年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之时的副手,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郑善何被免职。 消息称, 2017年年初, 吴志明曾被中纪委约谈, 同时, 上海市公安局也被当局作为深化公安改革的省席试点。 同年6月, 上海市纪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组称, 将对所属各单位的内设处级部门的547名主要领导官员开展以任中审计为主, 离任审计为辅的全面轮审。 分析认为, 种种迹象凸显吴志明的处境不妙, 吴作等被查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他一旦被查, 江泽民的末日也就屈指可数了。 英国首相美1月31日抵达中国,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毫不流行地警告北京, 如果他想最大程度地利用跟英国和西方的贸易机会, 就必须遵守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全球规则。 金融时报报道说, 在三天访华的前夕, 中英关系紧张持续。 英国首相抵抗着中共的压力, 拒绝宣布正式支持一带一路计划。 一带一路旨在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 将亚洲、欧洲、中东、非洲等70个国家跟中国相连。 除非解决分歧, 该纠纷可能会影响2015年以来签订的几十份中英商业协议。 批评者说, 一带一路旨在将其他国家更深地脱入中共的势力范围, 而且在批准项目合同方面会偏袒中国承包商。 在赴中国的路上, 梅正时他将对一带一路计划提出担忧。 他说他希望确保这个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策略遵循国际标准。 周三在跟李克强总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梅说英国是该项目天然的伙伴, 但是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 相反, 梅说两国将继续合作, 以确定我们可以多大程度地在一带一路上合作, 确保它满足国际标准。 这暗示协议可能没有达成。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告诉卫报, 备忘录没有签署, 他们将继续讨论。 中共在一带一路计划上仍然缺乏西方大国的支持。 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欧盟和美国都没有表态支持。 在今年访华的时候,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他对一带一路持保留意见, 该计划应该造福地区, 而不是作为一条单行道。 英国官员告诉卫报, 英国对于签署备忘录没有正式的条件清单, 主要是要求遵循国际标准, 确保供应链的透明度。 它是为了确保招标过程公平公正。 在新闻发布会上, 梅也强调中共需要遵循公平贸易做法。 她说她向李克强提出了盗窃知识产权的担忧。 这也是川普总统的关键诉求。 中英的紧张关系正值美国加强反对中共日益增加影响力的时候。 上个月, 白宫将中共贴上战略对手的标签, 川普政府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带一路的设计。 梅首相在《金融时报》上转文说, 他希望增加跟中国的贸易, 但是对中英关系保持着比前任他梅龙更怀疑的态度。 他说两国不会总是保持一致。 梅也提出中国产品倾销的敏感话题, 说英国将寻找解决全球产能过剩的办法。 他并指控中共侵犯知识产权。 梅将访问武汉、北京和上海。 他说他将向中共提出人权和香港问题, 并捍卫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策略。 尽管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电讯报上, 一再提及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这个词, 但是美迄今对中共保持警惕。 在他成为首相之后, 他的一个最早行动就是搁置中共投资的新克力脚核电项目。 他的前顾问D墨西曾经警告, 一旦两国关系紧张, 中共就可能切断英国的电源。 王岐山日前包括国家副主席, 但不论是国家副主席还是习近平的顾问, 他的一部分职务都将是负责处理跟美国的关系。 报道援引中国政治专家的话称, 副主席虽是一个名誉职位, 但这将会给王岐山一个头衔和正当理由来与外国人打交道。 王岐山曾经出任负责金融和经贸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 富有对美外交谈判经验。 报道还称, 自从1990年代以来, 王岐山已经跟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了关系。 近几个月内, 王岐山会晤了前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和其他美国商界领袖。 中共官员最近几周也经常安排在中国问题上, 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物跟王岐山见面。 王岐山在一次会议中跟来访的美国金融家讨论美国总统川普。 在场人员回忆说, 王岐山当时问道, 川普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还是一个趋势。 美国商会执行副主席保麦伦表示, 从和不同中国官员的交流中能清晰地发现, 王岐山成为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出任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大增。 美媒消息, 王岐山最近经常会见美国人物, 中共官员透露, 王将帮习近平处理棘手的对美外交关系。 北京时间1月29日, 王岐山在湖南当选中共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 这意味着他又重返政坛, 大大增加了他出任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 若出任副主席, 他将是20年来首个担任此职务的非中共中央委员。 英国路透社旨, 这意味着王岐山未来会有更重要的职位。 现在仍不清楚王岐山的具体职务, 但一些消息人士和外交官员说, 他或许将会担任副主席, 并且可能专注对美关系。 华尔街日报29日也报道, 据接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消息人士透露, 习近平欲让王岐山负责处理关键且棘手的中美关系。 知情人士称, 习近平正为王岐山未来的角色权衡几个选项。